被誉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宝级歌手迪玛西 昨天晚上首度来到我国开唱 而这也是他在亚洲的唯一一场演唱会 吸引大约六千名海内外歌迷到场支持 除了呈现家乡的音乐让歌迷听出耳油之外 迪玛西还入乡随俗 秀出流利的马来语让本地歌迷倍感亲切 能够感受到他满满的诚意 下来透过镜头一级隔空感受这场演唱会的气氛围 迪玛西·迪玛特伯格和《Life in Malaysia》演唱会 昨晚在吉隆坡五级加利尔亚通体育馆隆重引爆 演唱会一开始 迪玛西以一身耀红贵气的哈萨克传统服装隆重登场 带来摇滚味道十足的歌曲 《Golden & Zaline》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首次来马开唱的迪玛西入乡随俗 以马来语问候现场的歌迷 并感谢歌迷的支持 而歌迷当然也不忘记 给予本身的偶像热情回应 本来就能够�自责的歌述 告诉大家 亲自�赞的歌迷的歌迷回歌迷 及隆都将於鸣ual 发生的当捷 这件人鸣的歌迷回cost 远玛兰 这个cion餐 我希望你能够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演唱会中途迪马西请出了表演嘉宾 也就是我国乐坛天后 Tato sui Siti Noha Lisa 随后Siti Noha Lisa也为大家带来经典名曲 不甘亲到Biasa和Ni Mara 令歌迷陶醉其中 精通多国语言的迪马西 也在演唱会上带来了张学友的邱逸农 哈萨克斯坦的名歌《达地道》 以及《Unforgetable Day》等等多首歌曲 来到演唱会尾声 迪马西更是突然走到台下 和歌迷近距离握手互动 让歌迷激动不已 最终迪马西在一一不舍中 为三小时的音乐会画上句点 RTM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